地球上绝大多数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 如果说有一种动物的血液是蓝色的 你信吗 它不是出现在科幻电影里的 而是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4亿年 体型库子外星生物的物种 它就是本期猫博士要讲的后 希望各位多多点赞关注评论 支持猫博士 谢谢大家 后是一种海星节制动物 外星库子蟹类 它的身体通常呈青褐色或者暗褐色 有着较硬的甲壳 用四只眼睛 其中两只为副眼 头胸甲的前端有两只小眼睛 每只眼睛大约0.5毫米长 对紫外星光尤其敏感 是专门用来感知亮度的 另外一对大副眼长在头胸甲的两侧 后的祖先出现在距今4到3.6亿年前的泥盆起 那时恐龙还未崛起 原始鱼类刚刚闻事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与它同时代的动物逐渐进化或者灭绝 但唯独后从4亿多年前一直存活至今 仍然保留着原始而独特的外貌 所以后的活化石之城由此而来 年间最早发现的后化石 来源于5.05亿到4.38亿年前 奥陶纪 外貌和形态与现代后相似的后化石 出现于2.08亿到1.44亿年前 它和如今只存有化石的生物三叶虫一样久远 也许你会好奇 如此珍贵的后到底生活在什么地方呢 中华后国内的主要分布地区为 广东 广西以及福建沿海地区 中华后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每年4月下旬至8月底 是他们繁殖的最佳时期 后喜欢等到太阳落山 跑到沙滩上产卵 立架至雏鼠是他们产卵的繁盛期 大潮时就能看见雄后抱住雌后 成对地爬到沙滩上 瓦学产卵 雌后一旦结为夫妻便形影不离 肥瘦的雌后常常背着瘦小的雄后 攀山而行 此时若是看到后 提起来便是一对 所以后也有会被人们称为海底鸳鸯 中华后由于近年来数量锐减 成为了受保护的生物 不过在越南当地 人们会把后当作美食来食用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越南等热的海域 存在着大量与后体态相似的生物 它们多是后的近亲 并数量会更多 因为形态跟螃蟹很像 所以它们会把这种生物当作螃蟹食用 后在海中生活一段时间后 就会在端午到中秋这段时间上岸产卵 如果没有人为干涉 后可以活到25岁 对于未满13岁的后来说 它们是含有河豚毒素的 所以越南人食用的后多数是15岁左右的 但这种生物可食用的肉质并不多 也没有传言说的那么美味 越南之所以会将它当作美食 是因为它们近海地区后的数量很多 由于我国后的数量较少 并且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在我国还是不要去尝试了 后的蓝色血液中含有铜离子 这种含有铜离子的蓝色血液提取物 被称为后施剂 它可以快速准确地检测 人体内部各组织是否细菌感染 而诱发病变 在食物和制药液中 可用它对毒素和污染等进行检测 科学家也会通过研究后的血液 谈究癌症 由于后特有的医学价值 每年都会有将近50万只后被活体驱血 大量地捕杀滥用 致使后面临灭丁之灾 中华后在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 已被列为病危级别 中华后更是被列为异危级别 中华后品种极其珍贵 但是数量越来越少 为了避免会成为绝后的一代人 请保护好它 关注猫博士 下期接着聊动物